红色摩托车别停了灰色小轿车 白色短裤美女小白娴熟地跳下摩托车 气势汹汹 边走边骂 两个车门同时打开 一女一男从车上出来 女的挽起了躲猫猫 男司机老王浑身肌肉 和小白起了争执 小白并不怕她 把头盔递给了老王 并顺手打开了护驾驶座的车门 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包包 原来小白反对自己的妹妹小兰和老王交往 她觉得小兰一定在车上 老王却说那个包包不是小兰的 此时小兰从车后门钻了出来 她的身材非常哇塞 她示意老王把包包丢给她 姐姐小白却突然关门 小白好像发现了妹妹小兰 她跑过来打开车后门 把后排座位上的东西扔到了地上 并拿出一个滑板 这可是妹妹最喜欢的东西了 她本以为拿走滑板 妹妹就会现身 边走还边骂老王 老牛还想吃嫩草 要不是看在她是女朋友小兰姐姐的份上 老王早就一拳干过去了 小兰依旧在躲猫猫 小白扔掉滑板车 想检查后备箱 她朝老王大吼 老王只能乖乖地掏出车钥匙 打开了小车的后备箱 趁姐姐在扔东西发泄不满时 小兰小心翼翼地爬上了汽车发动机盖 拿走了包包 并全身而退 姐姐小白越来越肆无忌惮 她不但嘲讽老王 还乱丢东西 让老王实在忍无可忍 很想揍她一顿 而妹妹小兰却始终在逃避 像个小孩一样的玩着躲猫猫 姐姐一边和老王争吵 一边寻找妹妹 小白这是眼瞎了吗 这都看不见 终于妹妹鼓起勇气走了出来 可小白还是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老王居然对姐姐撒起了娇 好姐姐 你就成全我们吧 小兰健壮 立即决定以牙还牙 飞快地跑开 她爬上小白男朋友的红色摩托车 并叫她快走 姐姐急忙追了上去 可是她哪里追得上 姐姐突然想到了老王 坐她的车一定能追得上妹妹 于是她飞快地往回跑 拿起了头盔 想上车 可老王急着找到真爱小兰 直接把车开走了 留下小白一个人在原地发呆 你支持小兰吗 欢迎留言探讨 记得点赞关注